了解安培器的使用之後 接下來就有所謂的公式出現 就所謂的串聯並聯公式 我把元件接起來的時候有串聯跟並聯 串聯的時候電流會怎麼樣 並聯的時候電流會怎麼樣 串聯的時候 每個電流都一樣 總電流叫做I 經過第一個電流叫I1 經過第二個電流叫I2 電池上面電池叫I3 I等於I1等於I2等於I3 我請各位做個活動 在做這件事情 你看得出來 串聯的時候電流都一樣 串聯的時候電流都一樣 總電流跟分電流都相同 那如果是並聯呢 相加 123電池並聯 通過第二個電池叫I1 通過第二個電池叫I2 都在跟I3 總電流就把它I1加I2加I3 全部加起來 這個用 我們解釋過的一個推一個 就可以很容易解釋了 一個推一個 我串聯就在同一條路上 所以 進一個出一個 進一個出一個 進出都一樣 同一條路上進出都一樣 所以電流都一樣 避免的時候 這條路 一秒鐘出一個 這條路一秒鐘出一個 那條路一秒鐘又出一個 合在一起 就出來三個 這要加起來 所以並聯的時候 電流是 分電流相加 I1加I2加I3 這有所謂的 電流的串聯跟並聯公式 你要記好 未來 許許多多的題目 都需要用到這樣的關係式 串聯跟並聯的關係 這裡有電流 不然要叫電壓 電壓有串聯跟並聯公式 都是要記住的 就是 串聯時 電流通通都一樣 同一條路上面 只有一個電流 並聯就加起來 這條路出來三個 那條路出來四個 又一條路就出來兩個 就三加四加二 總共會有九個 就這個意思 所以並聯的時候 總電流是分電流相加 所以 我們說 串在一起的時候 大家都在同一條路上 一個推一個 那麼這條路上的一個推一個 結果通通通都一樣 所以當然電流就會一樣 電流就會一樣 那如果你是並聯 就是這條路 這條路 這條路 三條路合在一起 所以就要相加 就要就要相加 然後把它全部並在一起 所以要加 就剛好跟你講過的 我們用那個一個推一個方法 就可以解釋 要他為什麼會 要相等 為什麼會相加 所以 單位時間之內 通過兩個 兩個點的 電量 就是 全部的總電量相合 所以並聯要相加 就是跟你說明 為什麼串聯會相等 並聯要相加 這兩個影片 這個影片是串聯的 然後呢 我就開始去量 量他的電流 他有告訴你歐姆 現在還沒有交電阻 你就不要管歐姆 你就只要管 所以你算不出來 目前不會算電流多少 你只要看到結果 通通都是7.5毫安 通通都是7.5毫安 那麼後面是看電壓就先不看 那麼現在的改成現在並聯 右邊這兩個是並聯 中間 左邊那個就是所謂的總 全部 你就看出來 我們的 右邊那兩個 1.5 15毫安 15毫安合起來30毫安 總電流是分電流相加 也一樣後面是電壓我們後面再看 我們現在不看 我們現在不看 就是 串聯的時候 電流會相等 閉聯的時候 電流要相加 就是我們給的公式 那你要記好 我們後面要一直拿出來用 可以嗎 可以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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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